好,今晚拍攝春秋,我是Grace,Gear,Thomas 今天我未講時間是1月8日的,我們要報一報時的 你也報一報一些,我不知道怎樣說這件事 我不知道應該是一些基本的一些看電影要遵守的事項 我都不知道怎樣說 其實我真的說真的,我們看了這麼多年,我真的今年第一次見到有一間院商會出這些 我不是說他的帖子有問題,是我很悲哀地他要出這些帖子 正常你出這些帖子都是否真的事態日益嚴重 日益嚴重,你才出那個帖子 很難控制,所以才出這些帖子 我剛才說的就是白記,白記出了一個帖子在IG那邊 是CAP了一些圖子的,那些圖子我沒有看錯應該好像是微博那些折圖 不知道是微博還是IG那些折圖 那就是有些樓主,我想用一個茂理來形容的 那些茂理在這部電影拍攝的時候拍照 然後他們還要事無忌憚,扔上去blog和別人分享 哇,我看這部電影拍照,你看一下 那其實說真的,愚人拍照這件事在優先場我真的見過 我心想你真的用眼睛看還是用手機看呢? 還有其實這件事是犯法的 還有你看電影不是演唱會的 其實演唱會已經不能夠攝錄的 不過正所謂他很難捉,有一些是折折搏 不過近年的演唱會其實我看是捉得很嚴重 其實是很嚴重的 然後這次白記這個最爆笑的就是他 他是,他要,即是他只是說 其實你們這樣做是不對的 其實這些是common sense 你當不是common sense 其實在不同戲院開場之前 會有一條短片 whatever都好 就會提醒這麼多位觀眾 電影播放期間有什麼是不可以做 包括不要踢椅 不要吸煙 不要騷擾觀眾 不要攝錄 不要攝錄這個我很肯定是一定會有的 因為不同戲院,不同國家都是有這條片在裏面的 甚至是韓國,台灣,日本 日本是泥鵬,對於人物是 所以我這麼肯定就是 即使我當不是common sense的東西 其實這部電影播放之前 是有提醒你不能做的 但是現在是 其實現在其實 Thomas遇過了 你也遇過了 在戲院 我有一次我記得是看 我忘記看什麼戲了 因為不要罵了某一個國籍的人 因為那一次我不知道是哪一部電影 我就是坐在白魯爺電影中心的比較高的位置 那我看到 在第C行有兩個外籍女士 是拿起手機拍攝螢幕 那時候是在拍攝螢幕 我在想為什麼沒有人去螢幕 難道我又坐在數上面的中間 那我沒理由走出來 然後馬上叫職員 或者我在那位大喊 其實都是很滋擾人 有時候這些事情很無奈 就是靠你們本身的自律 這些不用人教 你這麼大個人 你不覺得醜嗎 其實真的 不過說起這件事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出post那個是白魯爺電影中心 那就是這間戲院應該是 是觀眾水平 理應是比較高 我反對 我反對 你這樣是不對的 就是你不可以 去這樣 去那個戲院的觀眾 是比較高質的 就是那間戲院 我堅決反對 就是那間戲院 如果有人做些不對的事情 很快就會有人指證你 我還很記得上次在蕭室樂園 坐我隔離 坐隔離我一個女士 是不停地放手機的 而Thomas在蕭室樂園的時候 她是遇到吵架 還有叫警察來的 所以我是堅決反對 你這樣類似賴嫂 去光顧這間戲院的觀眾群 會比較有收養的事情 我是反對 我是堅決反對的 不過你說戲院裡面 真是偷錄這件事 我覺得除了戲院之外 我們看電影節 都試過不少觀眾 在文化中心一個最大的屏幕裡面 在這裡拍照 跟著那個劇院之前就好像 在那邊打地鼠一樣 走來走去叫人不要拍照 其實我想抱歉 這件事 在文化中心裡面 租給人打地鼠那一班 就確實是特別多 強國人士 這件事真的不可否認 或者是偶像派 那些粉絲在拍照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好拍 我看外面包 有個女生不停地在拍照 神經病 所以你說 現在的人的質素低劣了嗎 我覺得看什麼戲 跟那個人的觀眾的行為 其實我覺得 關係是越來越不大 我覺得是 那個correlation 是越來越小的 對呀 以前不是的 有些戲你會覺得 那些觀眾應該會覺得 我頂裡面什麼人 什麼垃圾都在 我很記得看 除了說偷拍 攝錄 其實看手機也是很滋擾的 因為那些光 撐上來 真的很難頂 我上網說有人看iPad 其實你不能這樣說 因為電影節 你可以說 電影節的觀眾 一定是很熱愛電影 才看電影節 當然不是 有時候我看電影節 那些觀眾 會很隨意地交談 而沒有壓低聲量 而不是 一句兩句都說 你是一段時間不斷談 不斷談 他以為自己在家看電視 所以我覺得 你現在是不應該說 因應不同地區 或者可能 特別的節目去 去區分觀眾 是不是有收養 其實是 這件事是已經 不成立 好可憐 我們已經是避無可避了 差不多現在 連一些比較高級 不是高檔 就是 理應觀眾層質素 或者層面會比較好一點的戲院 現在都已經 都已經被入侵了 其實真的不關事 就是不分覺醒 我試過看一套 就是在The Grand看電影 那些媽媽又帶著 那些小孩 小孩 不是小孩乖 小孩無辜 你不應該這樣說 小孩 那媽媽就竟然 全程在那裏做個賭督 大哥 你不是包了牆的 還有 那個是外籍人士來的 非華裔的 不分國籍 不分年齡層 有時候 真是小孩無辜的 我想說 說起一件事 那時候 那些戲院 有些標榜 家庭的戲院 他就開一些長廁 分樓 做一個 就開一些長廁 他就說 可能燈光會較亮一點 還有就 容許那些小孩在那裏 在那裏說話等等 是呀 那些就去了那裏 其實我 我很歡迎開這些戲院 但現在好像是沒有了這件事 還有 他可能突然氣 突然間 我不知道應該說 他屎乎恨 還是 突然間大發慈悲 才搞這些長廁 平時他們不會 就是戲院不會這樣做 你知不知道 其實看電影 我一見到 有父母帶一條小孩進來 我真的很害怕 我很害怕他父母在那裏解動 其實你害怕幾件事 又害怕小朋友會吵 是的 小朋友原來守規矩的情況 爸媽才是不守規矩的 你真是防不勝防的 所以其實這個post 一post出來 下面的留言 簡直是激起千蟲浪 大部分人 除了討論有人收拍的行為之外 是全部在掃虎水 就是說 我看某一場 看到PK在那裏說話 我叫他閉嘴 他不理我 繼續在那裏談 其實你看到 原來戲院有很多苦主 還有一件事 我這裏 可能可以討論一下 雖然現在其實各大院線 都有出一些短片 來提示觀眾禮儀 但是你會不會覺得這些短片的警覺性不足呢 例如說你八路會 出一個NSB的公仔 那個其實呢 我可能跟你說 嘶 這一幕呢 是有些用的 真的會突然間有一些聖牌人 是會馬上靜光的 就是這一刻呢 其實是有用的 當然啦 你放著其他人 如果那個人是沒有品的 他都不斷地說話 就是家和 也有 都試過樹 那些人說 那戲院是你的 你包牆 那我都曾經試過 我和朋友一起看樹 他都不理我 我知道我朋友是另一個後面 是問候他父母呢 他就馬上收了聲 也有一對本地的情侶在那裏 在那裏 給我樹完之後 說戲院不能說話的嗎 即他們這樣說完之後 他們自己有收聲 很奇怪的 還有那些家和 也都是用卡通片的形式 來提示觀眾禮儀 會不會有很多觀眾覺得 玩一下 好像這段片在那裏 令到觀眾的力量不夠呢 還是要好像外國這樣呢 我記得 即是真是外國的 歐美那邊 我不擔心是哪一個國家 就會有一些叫做 什麼戲院忍者 看到有人說話 就在後面握著 他的口 即是不是要玩到這樣呢 你的香港人才 不是香港人 你的觀眾才會乖乖的 巴基出的那段短片 就是他用過 好像是像Quarantino那樣的形式 就是說那些人 如果在戲院裏 做些不... 之前有一段 之前有一段 就是要射死他 好像是出的那段短片 但是跟著那段短片 收起了可能是因為那個 電眼尺度 太暴力 但其實當那段短片出現之後 其實是大受歡迎的 大家都說 我真的很想被死 當然說他那段短片是 是啊 那我不算是抄 我真的很想被死 那些說話是PK的 其實是 所以這些就是 沒得好說的 即是你真是 不正指香港的 即公平而論是 中外都有的 不同年齡層 爸爸也好 媽媽也好 小朋友也好 情侶也好 或者你是高學歷 低學歷 一樣都是PK 都是有PK的 真的不習慣 真的什麼人都有 是啊 或者是前面我講到一件事 其實是 戲院是否應該 即是受權 即是戲院 即是有一個更加大的權 是可以驅逐 一些不守規矩的人士呢 我也很想做 很想知道這件事 即是直接在戲院 一開始說明 如果你不守規矩 戲院 戲院是有權 可以驅逐些 其實他不是說 可以請他離場 那時候是說過 白老是會這樣做 是啊 算了 即是香港是顧客至上的 是啊 就是留下那個廣告 最壞就是 顧客永遠是對的 真的 偉看萬年 反而變成你這樣 即是劉蘭的戲院職員 嗯 其實但白記的電影職員 即是我說白老是電影中心 其實有部分的職員 都蠻好的 其實我很記得看 近期有什麼看 我不記得看編導 我不記得看自由行 還是看消失樂園 那有一條仆街 就在私行 我看見他應該是在玩手機的 那有個職員 藍職員進來 就不是肥那個 肥那個是一定會說的 那另外一個藍職員進來 我聽到他就說 先生你可不可以關機 影響到後面的觀眾 那那個男人都馬上關機 那心想 你有手有腳有腦 開場你關機 我記得那時候 有一次很壞 在旺角霸會 自己賣了一個包上來 然後給個戲院車人說 戲院是不會吃我 我下去吃八百 那我想問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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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我認衰 那些 但你八六 旺角霸會 竟然有職員 這麼盡責 是呀 我突然感動 很感動 其實是應該的 是啊 其實是應該的 我很感動 那好吧 講完這些 那大家希望 盡量看戲的時候 少遇到PK 那當然我都希望 對不對 所以盡量選一些小人的戲院 你的小靈堂 就中伏的機會 反而少一些 你選一些小人的戲院 偏迫一些 可能那些觀眾 有些不同的 可能那間戲院 維持不到很久 那可以說回 那我們說 今年的賀歲片 其實剛剛 就終於 我們說很神秘的 什麼新戲劇之王呢 就在近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出了一條trailer 那出完之後 就大鑊 就是網絡大家 立即討論 討論什麼呢 就是 尷尬之王 你拍那個不尷尬 我看也尷尬 你翻兜以前的東西 不得止 還要是那些演員 只不過是換了大陸演員 其實是 有什麼好看呢 其實大家又真的太認真了 認真裡面輸了 拍給你看的嗎 不是拍給你看的 其實這檔東西才神奇 本來傳出來 不是傳出來 是官方的時候說 是邱禮圖做導演 然後是周星馳監製 好了 這段這麼噁心的 出來之後 我們竟然是看到 寫著周星馳作品 周星馳導演作品 導演作品 咦 那邱禮圖去了哪裡呢 有記者就去問邱禮圖 為什麼這部電影不是你導的嗎 那邱禮圖就是講了一句 就是說 我簽了保密合約 我什麼都不會答的 我不知道 什麼都不知道 整件事是很神奇的 不過其實呢 我也替邱禮圖 幸運的 當我看完傳播之後 這套東西 如果是你拍的話 你的黑歷史 就會再加多一行 因為其實每個人都在罵 哇 你是翻盜 完全是連那些 trailer的笑位 都是跟喜劇之王一模一樣 Sorry 沒有笑位 我要糾正你 不過說到邱禮圖 說兩件事 第一件事其實 邱禮圖另外有一套片 叫家和萬事經 什麼來 就是1月24號上畫的 那套戲的陣容非常鼎盛 有吳鎮宇 古天樂加一個袁詠儀的 是有 這有些印象 其實真的是大製作 那也算的 去到戲的竅端 我覺得挺有趣的 就是說有一家人 買一棟樓 原本想著可以欣賞到 一個所謂的無敵海景 但有一天 海景的位置 建了一個廣告牌 那個廣告牌 就是古天樂建的 那一家人 就找古天樂算帳 說這件事 有些貼地 是一些比較貼地的題材 但誰做編劇 如果李敏我真的很害怕 邱禮圖 近這幾年 好像拍過編劇 都是由李敏粉 oh shit 所以如果你想支持邱禮圖 其實你是可以支持這套 因為我猜這套 都未必有這麼多觀眾 甚至是不知道這套戲 的存在 不要緊 其實邱禮圖都不介意 多添一筆的污點 第二件事就是 說回新喜劇之王 其實我當它是什麼呢 我當它是一個喜劇之王 二十年後再翻拍 接著就給北方的觀眾看 是啊 因為它連廣東話的配音 都很麻煩 因為你說起翻拍這件事 其實在古今宗外 其實是有不少電影 是有一些是 即是沿途 只要得 形式的翻拍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 這個作死不離三兄弟 你知不知是有個版本 是太米預拍的 是嗎 其實印度很多片都有 即是之前有一套叫做 三傻大鬧生得理 其實它都有分不同 即是泰國那邊 都有分不同語言的版本 去拍一次 即是你當它不像 不同語言的翻拍這樣 我覺得是一樣 只不過 這個Free Idiots 印度的翻拍版 那個評價是相當差的 另外之後 墨西哥翻拍的Free Idiots 那個評價是更加差的 難怪我那套 你拿一套經典來翻拍 究竟觀眾收不收貨呢 這個很難說的 比較成功的南韓 南韓那套 從二十歲翻拍了很多版本 但都ok的 但是那個就ok 是不是一套都 好像南韓 南韓腦可以做到 品質控制做到這麼高呢 其實因為這個 我覺得很視乎於 你的重拍是 純粹是 半字各子 將那個語言 將那個language 由A language 轉了做BCDE 那樣去拍 還是好像 韓樂拍Sunny 也好 拍重返二十歲 也好 它是真的會因應 不同地區 而作出一些 適當的 調整 去改編 這兩樣東西是不同的 荷里活都很喜歡 買一堆 非 非英語的版權 然後 搬自各子 拍一個英語版 八十分鐘死亡直播 又買回去 再改那個 語言 再拍 或者那個 法國的恐怖片 夜伴侶 敲門 也有拍這個 荷里活版 所以其實它是 荷里活 其實都有這些 風氣 所以你說 真是改編 不要緊要 要看它 改編的質素 不是說 昨天搬自各子 你現在看完那個 trailer 大家都是劣評 是沒有一個好評 就算我們回大陸 還是上大陸網看 那些大陸網民 都會罵 都會說 我看這些東西 我為什麼要看你這些 因為大陸 你接觸周星馳的 途徑其實很多 你想任 很多網集 其實你可以直接看 周星馳的電影 他們更加喜歡看 廣東話版 是啊 其實是的 他們真的看廣東話版 其實 我回去 他們有些人是看廣東話的 但是 其實你現在這樣出來 我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可以跟他說 如果是 已經很多人說 那這套 我可以skip了它 但是哪一套 可以不用skip的呢 不如再說了 哪一套 我剛才說了兩套 一套《家和麻士經》 一套《新喜劇之王》 接著還有一個 《你不是你愛你》 這套 歌舞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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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那套 歌舞劇的形式 就是四個人 是啊 就飾演六十四個角色 很碎的 其實 然後就 然後就說很多不同的故事 戀愛故事 其實 但是你怎樣把這麼多個 零碎的戀愛故事 湊在一起 然後湊得好看 還要有歌舞 好抱歉啊 我跟你說 我見到曾志偉和王祖南仲 我已經不太想進去 那接著還有一套 《如珠如寶》 我感覺就似乎拍得比較粗皮一些 《可惡堂》 還有它其實是快刀的 快刀拍的 我快刀拍不介意 但是你覺得是玩賤人 以前很多港產片都是一個禮拜起貨的 都是 但是你會覺得它是玩賤人 賤人 賤人 所有一套戲 如果我是個老爸 我不會帶兒子進去看 算了 現在賀歲片都是 那接著還有一套 說剩一套就是這個《廉政風雲》 這套比較靜路一些 雖然有點老套 其實是 因為之前拍太多英文字母風暴 是啊 再剩多一套 其實那個吸引力是 我覺得是會打了個字頭 但是起碼她的演員 有劉青雲和張家輝會好些 還有林佳欣 是啊 剛剛提過那套《家和萬事經》 Gear找了一些資料 原來不是李敏 是啊 張達明 張達明其實 那時候有幾個舞台劇本都獲獎 甚至我記得好像有兩個舞台劇本 是拿出來做教材 我記得有一套叫《說書人流敬庭》 另一套我已經不太記得 因為很久很久之前我接觸過 你看那麼多套《賀歲片》 所有《賀歲片》 其實我有興趣看這套 我自己 不如看《全家富貴》 那個 其實《賀歲片》那個質素 可能 開始下降也都不正指說香港 台灣其實都有這些問題 台灣珠哥亮不死 連年都珠哥亮 今年都好像要大三元的物體 那時候其實都有講過 台灣某程度上 連《珠哥亮》這個保證都沒有了 當年輸給死士之後 連《珠哥亮》這個保證都不能 就證明他們的思維就是 過年整套《珠哥亮》的 就收了 但現在《珠哥亮》都已經不在人間了 我記得上年好像是誰 是盧廣仲那個電視劇的電影版 但又好像被人罵到睡覺 因為我電視劇我是不看 所以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還有一套《I Love You》 《52Hz》 那套其實很少中 我覺得是 在香港不是很好 台灣也不是很好 所以公平一點來說 香港也不僅是香港有這個問題 是的 我們再延續下去說 剛剛我們看到這個十大票房 去年的2018年 噢! 那個華語片 開播片 香港人真的很喜歡吃屎 你看看第一話是變好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看完 都露小的洞督特工 你根本是 很難看的 大哥我看了 你根本是不對的 下年的賀瑞圖 可能是《動多特工2》的 我們是 不知道 還有沒有 話說那間公司 都現在是傻傻 不拍《動多特工》 就拍什麼《動多》 什麼都可以 有王子華就可以了 真的很難看 我終於有一天 在這個衛視電影台看的 簡直是真的 又是令我很尷尬 你不要笑 我不想笑 我覺得很難看 這套戲 即使他拿了第一位 他的票房 亦都是不及外語片的 第十位 《雨神同行2》 其實你看回那個榜 十套 叫做最收低的華語片 《紅海行動》 我不知道你當不當賀瑞圖 那十套不算 紅海行動 也有四套是賀瑞片 其中三格位置 已經有兩套是賀瑞片 一套是《動多特工》 一套是《我的情的女婿》 《我的情的女婿》 那些人說這套不算太差 第三位 但這套第三位那套 只有1700多萬票房 真是可憐 但都夠他賺 他的演員全部都是客串的 我當然是賺的 即是不要超支 不要超時 推一套上話 一定有些人在犯賤 不應該用犯賤的字 有些人去捧場 哈哈 我也想不到 第二位 補回第二位就是無雙的 正常的 大家都忘了法哥這麼久 但是想想 法哥加成省 都不敵王子華 哎呀好可憐 即是我不是否定王子華的才華 但是 這套劇的質素 即是我也要重新一次 而棟督特工 其實不是 即是一年前的 一元雞保錶的質素 只不過女主角 由郭善妮 轉了做 成斯曼 我反對一元雞保錶 其實很好看 好看的 好看的獨棟特工 我為何要拿一元雞保錶 當時一元雞保錶 都扣到這一直 哈哈哈哈 為什麼 那麼多年前 你們不支持王子華 那麼多年後 突然上了神台 可以大收特收 真的很討厭 整件事是 即是我覺得王子華 其實演戲不一定不好看的 是 那麼 做配角可能會好些 總之這套戲我看完之後 我不笑的 我笑不到 他的笑位很歐 而且很強硬 所有東西都 而且我看完這套戲之後 我很討厭陸詠 那好吧 我們再說 第四位就是 L封寶 這套都收得了 我真的 原來我們的tase 和大眾是很不合 不是又對 L封寶 不能收得去 為什麼繼續開下去 哈哈哈哈 然後第五位是 竹妖記二 Thomas看了 這套是嗎 我覺得差的 然後第六位 才是大家都很喜歡的 逆流大叔 其實 大家煲得這麼辛苦 都是拿到一個 千五萬票房 大家努力 這套叫暑假當的戲 是啊 不過暑假當 通常都八月之後 才有多些港產片看的 第七位我猜不到 黃金兄弟 賣情懷嘛 九十年代的情懷 那第八位就是 你們其實都說不差的 葉問外傳張天智 但是劇本都很老土 雖然說不差 但是都很傳統矯段的動作片 你老土橫老土 至少她不會很葉問的左膠 是啊 那第九位就是 阿成成的西遊記女儀角 這個是賀歲檔 這個第九位其實 票房都已經不到千萬 不行了 只有八八九十幾萬 那些人吃西遊記吃製造 所以今年呢 大陸是已經 還有沒有西遊記票 好像沒有什麼 喂大佬 連年都西遊記 其實很悶 很悶啊 大佬我不想見那隻猴子 我很煩 第十位就是 埃國勁共勁共的鴻海行動 鴻海行動 鴻海行動 說起來都是參戰奧斯卡 哈哈 其實說回一部電影 場面吊動那些是很好看的 是啊 但是她內裡太勁共 我真的受不了 就是她那個 就是意識形態太勁共勁共勁共的 是啊 我真的受不了 那好吧 然後我們再說了 非香港電影第一位 不用想了 就是這個復仇者聯盟三無限之戰 那我們再拉一拉 其實應該復仇者一套都抵了全部共產黨 是啊 你看到我的票房 是不是一億五千多萬 大佬 都還要有抓 但她還沒破到阿凡達的紀錄 還沒破 還沒破 阿凡達1.7億 我跟妳說 我絕對相信復仇者聯盟四應該是破了的 有機會破了 有機會破了 Captain Marvel好像還沒有香港的名字 因為驚奇隊長這個名字 真的不太好意思 那不是說什麼Marvel隊長嗎 Marvel隊長 你要懂英文 萬威隊長 萬威 沒有用回英文 我就是Marvel隊長 但是台灣人就叫做驚奇隊長 其實這個名字真的不太好 台灣人不怕這些 台灣人是不會讀到這個名字 你明白嗎 香港人 戰慈戰痴 是啊 香港人聽到驚奇 咦 原來是隊長 還有女人 沒有說廢話 那它好像是有一個功能 就是和你看十九套 Marvel電影 彈馬拉松 有一個活動 將這個Marvel的全個系列都播一次 是的 就除了獨欠一套叫做新變形合衣 就是由愛德華洛頓扮變形合衣那一集 嗯 其實那一套其實都是原先是屬於這個 Marvel Universe的 只不過就不知道什麼原因 那它就不放下去 其實那個 還有一個演員轉了人 所以就不放下去 沒關係的 其實那你鐵甲奇合一都要拔起來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 新變形合衣 最後出現的 有一個黑人演員也是轉了 是的 還有新變形合衣 最後是出了變形合衣 我記錯了 他會重拍的時候 將 Key 放下去 就是好像 星球大戰 星球大戰 他重拍的時候 他把牙機的頭 Key 了那個 前專家的 是啊 很淒涼 那個演員 那應該不會的 是的 那但是19套 怎樣馬拉蟲 看起來 包括Captain Marvel 最後那一套就會播 不要緊 我相信去到復殺性4 他都有機會再選一次 是的 那這個簡直是體力 努力 和這個眼力的大挑戰 那他一天三套播 好像 他每星期五六天播 好像是 其實真的會看到頭痛 那我自己的家裡看 那我自己的家裡看 那好吧 那我們說回來 第二位就是這個 朱羅紀公園 就迷失角度的 我都想到朱羅紀 可以是這麼受歡迎 對 第三位超人特工隊2 我想是因為吸了不少家庭 其實這套很一般的 我覺得第二集 那第四位是黑豹 然後 第五位就是職業特工隊 第六位就是 矮合2 其實都是 Muffel的東西 都是大製作 那第七位 就還在上的水行合 我猜應該六七千萬就 走不掉的 走不掉的 因為它現在還是佔了 佔了漂亮的長次 水行合 那第八就是死事第二集 第九 第十位就是與神同行 第十位就是與神同行 第十位就是與神同行的第二集 是的 所以其實都有一些新意 因為我們以往看這些榜 未必有非英語片在裡面 以前沒有的 它只是給你一些華語片 即不是華語十大和外語十大 外語十大通常都是荷里活大製作 但這次第九第十 竟然是韓國的與神同行 所以其實我覺得 非英語的外語片在香港是有得做 可以的 對 只差在你會不會做 對 就是看你怎樣去做POMO 亦都要看你這間航行公司是否安樂 對 有沒有POWER 又可以佔有漂亮的遠線 還有這個網上熱話 就是不斷和傳媒做這個交手 就和你做廣泛宣傳的 是的 所以如果你是安樂 你又懂得買的 嗯 都不出奇 是的 那好了這一節我長腸底 先講到這裏 稍後回來我們就回來講戲了